上周六在休斯顿台湾商会的年会中 邀请了十多名德州地区的留学生出席晚宴 搭起了桥界及海外留学生的交流桥梁 也希望学生们能够借晚宴的机会 介绍自己的想法 促成未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及学术活动 而当天刚成立不久的 德州台湾生物科技协会会长 严硕庭 副会长刘彦良 及公关林志军等人 在现场为即将在11月21号举办的第一次活动 争取大家的支持 也为大家介绍了该协会宗旨及发展愿景 大家好 我们这一群伙伴是我们的德州台湾生物科技协会 这位是我们的会长硕庭 我是副会长燕良 以及我们的公关志军 德州台湾生物科技协会的成立宗旨是 着眼于德州境内有许多生物科技人才 但是德州主要的社群是以工业工程师为主 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此协会的成立 凝集我们周内所有生物科技专业人才们 然后彼此可以分享科学的薪资就业资讯 那我们年底呢 预计11月21号举办我们第一次TTBA Symposium 我们更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协会 透过这个Symposium 招募更多的有志同学加入我们的协会 同时帮助大家桥接所谓的学术 以及业界的桥梁 更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学会 连结台湾跟美国生物科技合作的关系 晚上有ешь occupied harder 山 汀